早上到6点多 他们都出来锻炼跳舞了 画像是在大龙边 早上的7点多 太阳已经晒到这边了 我呢也该起床了 我后面这个地方果然是昨天晚上住了一个人 我听当地的说好像他已经在这住了好些日子 白天出去捡瓶子 晚上的话到这个地方来睡觉 一大早也把东西收拾好就放在这 接着去捡瓶子 我呢装备也收拾好了 接下来啊我就要往四子王崎那边走 这边距离那个地方是180公里 我看了一下地图中途也是没有一些树木啊像镇之类的 就只有可能几个嘎茶 嘎茶呢在内蒙古的意思就是村子 兴许啊有一些水迈啊 所以呢我这次去的话肯定还是要得买个三天左右的补给吧 180公里可能得要两天时间 最快最快两天吧 这个牛看着有点威武哦 他这家好辣呀 你看我这个汗 我看了一下这个县城它是有密血冰城的 不过应该还是九点半开门吧 我先去逛一下超市 然后等一下再去买两杯咖啡哦 出县城 160 62吧 采购物资啊 来个红烧牛肉面 我感觉我已经很克制了 买了很多的水啊 菜倒是买了两天 不好装啊 想买点肉哦 这种天气肉是储存不了的 哎这边好像又在搞什么活动 哦果然是关不着的 这边在修路哦 灰尘比较厉害 哦这家好像开了 这家好像开了 茶的话都没有用了哎 美式咖啡有吗 咖啡也没出来啊 还没出来是吧 对 要什么时候出来呢 对 要什么时候出来呢 做不了呢 做不了是吧 对 那给我来个田筒吧 嗯 蛮清楚的那一家 田筒也没有啊 对 一家没有开门 一家好像是刚刚开门 什么都做不了 现在就离开县城吧 吃不了了 总共就两家 现在呢就离开苏尼特又骑了 前往四子王骑摇 一百八十公里 中途 应该是没有什么补给的 顶多是一些村庄 买一点水吧 我反正现在带的水 两天应该是够了 不过现在天气非常炎热 基本上都是一瓶矿泉水 两口就没有了 泡点咖啡吧 这个要把它喝掉一点 还是来个四包 刚刚在离开县城前 我又买了点牛奶 这个必须要加一点牛奶 我感觉口感会更好 稍微的给它涮一下 不能用力 一用力的话会起泡的 慢慢的会化的 放着一块就能喝了 今天这三个桃子 得分两天吃 今天吃两个 明天再吃一个 不然明天就没得吃了 今天还是风和日丽 阳光明媚啊 我还以为那些骆驼它不怕人呢 没想到是雕塑 奇怪了 我昨天啊 在又骑的县城里面看到距离呼和浩特还有358公里 怎么今天就变258公里了呢 是我看错了吗 可能是我看错了 它这个标志应该不会错的 没错是256公里啊 是我昨天看错了 这个沙子都被吹到路上来了 说明这一带啊 可能偶尔会有那个沙尘 你看 前面啊就进入茫茫的戈壁滩了 呼和浩特方向 基本上没什么草了 今天啊在又骑县城里面啊 去买酒精 看到秤 顺便秤了一下啊 我记得我今年出门的时候秤了一下 大概是186啊 186斤吧 现在的话加上吃了早饭 162了 也就是瘦了20多斤了 这5个月啊 如果再骑个半年 那搞不好就剩下120 130了 130斤左右了 不过到了新疆之后 我感觉我的体重还会增加的 或者是保持不变 为什么呢 因为新疆的美食很合我的胃口 尤其是烤肉还有过鱼肉拌面 最爱吃了 昨天啊是三福天中的墨福啊 我以为过了墨福这边 算是会比较凉爽吧 没想到今天还是这么热 这个地方啊 你想要找一个就是躲避太阳的地方 你根本不可能找不到 你现在连桥都找不到 我呢是想到桥下面去避一下水 我真的有点热的扛得不太住了 今天天气预报上显示 最高的温度是28度啊 现在也就是现在 就是28度了 我估计稍微会再高那么几度啊 28度怎么会这么热呢 之前啊一直在草原那边啊 遭受了那个虫子 还有下雨的烦恼啊 现在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了 偶尔吧 会有几只小虫子 在我耳边啊 还有脑袋上面转悠 不太多 难得难得 找到一个 这个是摄像头吧 太阳能板下面 还能挡一下太阳 稍微的休息五分钟 太热了 这个是水泥做的敖包 也就是蒙古包 遇到一个起伏路 希望能冲上去一半啊 方圆几十公里啊 唯一的一棵树啊 这个马好漂亮啊 这个马好漂亮啊 可能等我走过去 这个马就跑了 可能等我走过去 果然跑掉了 这附近是一个牧场啊 别跑啊 别跑啊 跑了 那个有点像骡子 现在这个天啊 你看我热的 基本上都是补水啊 一瓶的话 一瓶的话要吹下去 完全没有问题啊 但是不能这样喝 如果照这样喝的话 我肯定坚持不到 四子王旗那边啊 或者是下一个村子 很快就喝完了 哎呀 接着出发 啊 确实啊 感觉现在一天比一天的热 链条没有油了 有点异响啊 要给它添点油 苏尼特又骑都呼木 丙扁桃自治区及自然保护区 这个路的两旁啊 相当明显啊 左边呢 戈壁画了 右边呢 还是绿绿的草 好 我的轮胎啊 现在打晃的又有点厉害了 你看肉眼可见啊 好像是还有220公里吧 就到呼格浩特市了 到时候修了一下 然后在呼格浩特市区啊 再修整个几天啊 希望这一次换了之后就一劳永逸吧 就以后再也不会断浮条这个事情了 乌兰查布世界 进入乌盟 离开西林郭勒界 这有个可以避太阳的路牌 好多的马呀 现在这个景象啊 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啊 叫茫茫的戈壁大草原吗 又有草了 不过还不是特别茂盛 别跑别跑 后面是养马的 这里是养牛的 牛马混合 这里居然有个这么好的地方 而且那边还有厕所 你看 小溪厅 这里苍蝇不行啊 真的太多了 我刚刚坐了一会儿 被钉的不行啊 更何况这后面有个厕所 它是旱厕 这个苍蝇飞过来 你就算是在这做饭的话 我感觉 有点难以下院 反正时候还早吧 五点五点多 还可以再起个两个小时 可能啊 我错过后面这个村 就真的就没有这个店了 哈哈哈哈 没事没事 今天晚上我大不了就住草原了 不过这个草原它还是用铁丝帮围起来的 两边都是啊 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 下午的六点多了 露营地还没着落呢 今天看来想住草原也住不了了 全是铁丝网围起来的 进不去 可能又得赶夜路了 哈哈 别跟啊 没东西给你啊 没东西给你啊 不要跟我 哦 太阳马上就下山了 啊 一下山温度就立刻降下来了 太阳已经下来了 很明显啊 瞬间温度就下降了 现在距离前面最近的一个嘎巢 没有庆后了 我倒不出来 估计是五公里到十公里左右吧 倒了倒了 我感觉我今天运气还可以哦 这个就是在这个路边有点草 你看 对面有个公路的服务 一个什么小点 重要的是 它是由那个 石头做的那个路 不是草地 也不是 那个什么 过去看一下吧 希望晚上的话车子少一点啊 你看这边大货车一辆又一辆 7点多了 不能再挑了 马上就天黑了 哎呀 这个里面居然有人放那个什么 这里是可以进去的 我先进去看一下 这里是仰鹿公港湾 太棒了 这个运气你看哇这个这里的虫子还是挺多的 太棒了你看还可以拍一下眼神太阳又出来了 就是这个外面有好多的那个奥利给啊 我等一下拿东西来把它盖一下 不来的话这个不太好了 还好这个里面没有 至少它如果下雨的话 这里还是可以挡一下的 我先去把车子推过来 把这运气真的太好了 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骑的 幸好不是特别给力 但还有 还有 如果再错过这个村啊 真的就没这个店了 必须得改夜路了 我呢 今晚就炒就炒一点吧 确实是太靠近那个路边了 大货车很多很多 就在这里住一个晚上吧 然后明天再看吧 我的帐篷已经搭起来了 这边天的话 基本上已经黑了 然后月亮已经出来了 很明显 太阳一下来 温度就下降了 不过我目前这样还暂时能扛得住 今天呢 我也没有做饭了 就泡了一点方便面 然后加了点比较豪华 卤蛋 还有火腿 还有牛肉酱 比较丰富 因为这个时候 我如果再开一会儿 可能它那个鹅就来了 还有那个牛粪的那个虫啊 还有蚊子 全部都来了 应该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哎呀 幸好我没做饭啊 这个虫子真的来了 先是来小虫子熬 鹅没来 不过估计一会儿肯定来 我得赶紧吃方便面了 吃完躲到帐篷里面去 我这个手脚要是 我现在我估计菜都刚刚给我切好 要是做起来那还了得 就是锅里面全是那个虫子了 现在呢是晚上时间的9点多了 刚刚也是急急忙忙的 幸亏幸好 不过也没做饭啊 不然的话真的 锅里面全是那个虫子了 我现在这个帐篷外面啊 就全部是在虫子在攻击啊 就一直在那个帐篷里面爬 你听那个声音 我可能开的风扇听不怎么到 很多很多 今天啊 我算了一下也就骑了80公里左右吧 然后我现在距离 库克浩特市区啊 大概是190多公里啊 还有那个四子王崎那边啊 大概是100公里左右 明天争取吧 争取就到四子王崎那边啊 然后后天呢 就可以到 库克浩特市区那边了 今早的把我自行车给解决好了 不然的话 像这样 今天一个长下坡下来 就是我不敢 太快啊 就是它那个后轮啊 就是在晃 晃得比较厉害 也不是特别敢啊 好啦 时候也不早了 那我也就 早一点休息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明天再见